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鄭詠遜 今年七一是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日子 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 也是我們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 如果大家讀過歷史都知道 100年前的中國山河破碎 列強侵略民不聊生 但8年後的今日 我們中華民族已經實現了 站起來 負起來 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人民生活得到一個很大的改善 尤其是近年 無論是全國大規模的扶貧脫貧 以短時間控制新冠疫情 以至到我們航天科技都很大的進步 都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 也都突顯出我們內地的制度優勢 不過長期以來 香港社會某些人既不了解內地的制度 又始終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 自然形成了錯誤的認識和偏見 其實中央一直以來 都是我們一國兩制事業的開創者 發展者和捍衛者 例如回歸後出台的一系列維港政策 是提升了我們香港國際金融 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十四五規劃更加是支持 我們香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到了19年黑暴事件之後 中央始終依法辦事 頒布實施港區國安法 完善我們選舉制度 香港才可以由亂到治 這個盡大轉戰 國家是香港發展最大的後盾 藉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和回歸24周年這個里程碑 特區政府 教育界和社會各界 都應該要更加好讓市民 更加認識到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 了解內地體制的優勢 認清自身發展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這樣才可以更加好推動我們香港 和一國兩制向前走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 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多謝你 多謝大家